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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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阿龙 很感謝A大人家和Man Team 邀請我們CAN 作為這麽有意義的Social Lab 的 research partner 在說之前 我會說一些 我待會會說些什麼 基本上就是因為剛才Ada 在人教中也說了很多 一些很好的個案 抗拔大家的想像 也剛才陸先生也說了很多 關於現在運輸室正在做的一些 initiative 正在做一些project 我主力想說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Lab 是叫做Healthy Treats Lab 你憑一個直覺就會想 一條街道如何為之叫做健康呢 健康可能想到很多意思 我們如何去定義 或者去看一條街道是否健康 是否有些準則去看呢 其實有些個案是怎樣做的呢 我今天主要是說這件事 我講這件事的時候 主要是會用倫敦的例子去講的 這件事是想大家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香港 因為我們地方比較小 也有很多不同的天橋去連接 可能我們一般都會覺得 在香港走路不算得上特別艱難 但是是不是Walkability 就是Walkable 這件事就只是說走不走得到呢 會不會是有其他的element 可以說呢 我想這宗新聞 我想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大家在說深水埔區 就是長沙環道 的一個traumatic accident 這裡也是 從TD的資料 也是一個交通黑店 它本身 它作為交通黑店 本身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問題 有機會是設計上的問題 或者是車樓上的問題 這些等等 都是在說這區的一些問題 就是為何會在這區的這點發生 這件事就是剛才A大學女 很類似的相片就是剛才的交界點 但是我這裡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小朋友 你看到是 那這張照片是怎樣拍的呢 就是我們去做Site Visit的時候 就是幼稚園放學的時候 大概四五點的時候去拍的 那 我自己就會想 就是為什麼一個放學 幼稚園放學 他會推車仔 那為什麼他會選擇這樣去走路呢 這個是 可能 等一下可以交流一下 但是這個絕對是一個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這樣的街道的設計 是不是對於行人來說是安全的呢 再說多一點點就是 就是 一說這個健康的街道 除了說剛才一些安全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再大的圖片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 深水埔區的收入是比較低一些的 那麼 我們有一個 research 有一個 term 叫做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即是社會上被剝奪的指數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不單止是收入的 而是在很多其他方面裏面 一個處於SDI 即是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比較高的一些地區裏面 其實就是很多的生活 無論是機會 或者是居住的環境等等 都是處於一個 不太好的狀況 那麼這幅圖是說了什麼呢 就是 原來 在 譬如在深水埔區 這些住的地方的人 他不單止是住在一個 SDI 比較高的地區 原來都處於一個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的狀況 就是 原來恰巧 然後呢 你看到圖表上面的 紅色的那些點 這是用一個 港大剛剛新鮮出路的 research 就是標示香港過去 哪些地區呢 是那個 PM 2.5 即是其中一種 空氣污染物的濃度 是最高的地區 那麼 你看到 其實這些位置 就是深水埔區的地區 那麼 你看到 我再放大一些 這個區裡面 那麼這裡是南昌村 我知道 就是 整個區就是 深水埔區域 那麼 那麼 你看到下面有一個 很細小的表 那個細小的表 就是講出 那個 research 是black down 到每一個區議會分區 就看到 原來那些區議會分區 SDI最高 就是 副昌區 就是以選區去劃分的話 那麼 也是同時來說 那個 PM 2.5 是最高的 就是呼應回 我剛剛所說的 那個環境上的 injustice 這個是另外一幅 我們自己的鏡證圖的 剛剛我介紹了SDI這個 concept 那麼那些比較深色的地區 都是一些SDI比較高的地區 深水埔在這裡 那麼我們其實是 有一些 research 上是提了 過去那一年裡面 究竟那些空氣污染物最高的地區 是在哪一區 那麼你見到就是葵中十二部的存環 那麼這個是再一步 印證我想說的那個論點 那麼為什麼我要特地說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說健康街道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你會覺得空氣是不關事的 但是正正我想說就是 其實空氣是關事的 因為 我們整個設計 是會很影響到 那個區內那個 整體的空氣質素 其實是會怎樣處理 而這件事情 正如剛才陸先生你也有提過 就是現在世衛 是越來越重視了 一個非傳染病的控制 其實這件事情 是跟 譬如區內的一些長者 細文制 譬如是敲寸的那些發病率 是已經證實是直接相關的 那這些絕對是一個要處理 可能是醫療上的挑戰 對不起 我會開始嘗試去講一下 就是點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叫一個 Healthy Trees Lab 那麼這個 approach 其實是什麼 我想播一段影片的 麻煩你 我可以由頭來 不好意思 因為這段影片其實是極短的 現在不用再播了 其實極短是沒有意味的 即是一條本身這麼… 看透了 謝謝你 你還有兩次播片的機會 謝謝大家 還有兩次看片的機會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派察 剛才播的影片 其實基本上就是想大家能夠 形象一點去看 其實你看到那些什麼 Straight and Shelter 大家在說什麼 又或者 剛才說的空氣 大家在說什麼 這個這樣的 Healthy Street的指示器 其實它是由倫敦的交通局 就是Transport for London 就制定了那個指示器 它就很清晰地列明了一條街 如何叫做Healthy 更加來講一下 那麼 它怎麼計算呢 稍後那些指示器 可能都下區的時候 會看看是怎樣去考察的 但其實它背後 是有一個scoring的matrix 就是根據剛才那十個指示器 去計算那個平均是多少 這裡有點複雜 我就是想簡單講一下 其實最後這十個指示器 它的目的 是想讓大家看看那條街 究竟它的設計上面 有哪些是一些強項 哪些是一些弱項 譬如舉個例子 你可以想像有一條街 它可能是有很多樹蔭 它可能是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但它可能原來 行人路是很窄的 那麼具體 顯示在這幅圖上面會是怎樣 就是會在行人路的pedestrian 那個得分就會低一點 而那個straight and shelter 的得分就會高一點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示器 給大家去做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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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也嘗試說 就是Helby Street 的一些 element 那麼 那麼 這裡呢 稍後我會播一條影片 就是 你會看到這個是倫敦的 circuit 其實是其中一條最繁忙的街道 那麼你會看到其實就是 很多人 很多車 那麼下面的圖呢 就是他們做了一個叫 Dagundal Closing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打斜過馬路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打斜過馬路的經驗 對不對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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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 展示一個影片的 因為 不看影片是不太明白的 對 那麼我會一直播的時候 一邊說的 我覺得這條影片都挺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Visualize 那個 切雞前和切雞後的那個樣子 可以 OK 對不起 對不起 你踢力了 不好意思 可以開玩笑 謝謝 謝謝 今天大家空意明白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很繁忙的街道 那些人 那些人開始亂喝過馬路 就是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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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爆過了 那麼 那麼 很多車都經過 那些人又迫滿了 那些旁邊的位置 那麼 那麼 他就介紹一下 那些Oxtrot Circus 有多繁忙 跟我們最繁忙的那些街道 都很comparable 的 香港那些 那麼 那 那 Tuesday上也是最繁忙的地鐵之一 是的 是的 很多人說了一些問題 有很多人 嗯 嗯 嗯 對 有些位置動不了 提及過一些declustering的東西 就是有些東西擋住了 亂想過馬路 嗯 嗯 嗯 那麼 他之後 會怎樣去轉變這件事呢 就是做大一斤的Closing 那麼 那 那幅圖呢 稍後就會顯示到 就是他怎樣去拆那些東西 那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打算怎樣去拆 那麼 第一件事是拆什麼呢 就是拆了這些東西去 很有SimCity的畫面 一拆就拆光了 很棒 這樣就拆了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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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之後 那些車的位置是否也是這樣呢 就不是的 那他就會縮小一點的 就是令到他扔那些靈彎的那些 就 很容易被那些位置撞到 嗯 嗯 他有一個Terms 就是要給你一個 Responsibility 給你走的人 的 剛才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這對說法上的那些字 就是 你走的人 自己要看回車 那麼 那麼 這裡 是的 都是self-explanatory 那麼 弄了一個 這樣的Closing 弄了好一些燈 不是沒有燈的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這個experiment 其實是有燈的 這樣呢 就會縮一次給大家看 做了之後 大家會怎樣的 那就是這樣 它有一段 就是四面行車線 都可以給大家過的時間 是的 我希望這個影片 是讓大家 visualize 到一些 和平時很不同的生活的experiment 和體驗 我覺得這個影片可以的 是的 因為我時間已經剩下 不夠三十秒 是的 是的 但是我覺得 播放那個影片 是必須的 因為我不播放那個影片 大家其實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交談 這樣打Glossing 雖然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去講那段影片 但是呢 我想最後 都多講 給我多一分鐘 那麼 那麼 這裡是一些比較體力的事情 即是如果後來的 這些levers 如果有些 其實它裡面的時間 那些是怎樣調配 其實是有reference 可以在庭 我這裡不花時間說 然後呢 這裡呢 我原本就是想播一段影片 是講Healthy School Street 那麼 下次先 是的 但是我想說 它有一個很棒的位置 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學校 就是很多學校的 那些學校其實 都可以做一些 類似風露的措施呢 在倫敦的個案 就是 它封了路之後 是改變了一些家長的出行習慣 就是可能 之前呢 那些家長是要用私家車 載一些新聞制返航 你會看到 最後那個column 就是 它的baseline 由13%到45% 那麼 這是一個最大的轉變 也是很明顯地減到 催內的 Tromic Conjection 的問題 也都看到就是 空氣是會有改善 而甚至乎是 local residents 即是說 包括是商鋪 是指導商鋪 那些東西 都是贊成這個舉措 它不因為封了路 就說 反對 這樣 最後呢 這些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也是 Decargo Croset 那些 這個呢 就是一些 re-routing 學校re-routing的舉措 一些特異的街牌 我賣不及廣告 但其中一個 想大家留意的位置 就是我們做過一個sight visit 就有量度到那些空氣的質素 也是比較差的 這個數字 你怎麼理解呢 就是我們 其實那個年均的 hourses 是在說200 全部都超大標的 基本上 最後這一部分 我也是present不到的 但是特別很想給 政府的官員看一下 就是關於 Helby Swift的collaboration 其實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也沒有時間去re-routing 我才能夠很快地轉一次 就是有一個 就是 一個 一個團隊 而這個團隊裡面 是有不同的專載的 就不僅只有transport 會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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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下去 就是 在地區上面的層面 亦都有一個finding 而這個finding 的錢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一些 e-file structure levy 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一個區裡面 我要建一些基建 或者什麼 那些錢 會投放回社區裡面 去做剛才所說的 例如 Oxford Circuit Street 游泳等 這些project 很快 這個 因為有那些錢 就可以每一個地區 都可以做回那個區 的school 一些anti-school travel 的strategies 為何會這樣呢 有一個clear 的budget 是 其實結束了 是 也很clear 這個表格 我很想給大家看 就是 它的strategies 是很清晰 就是 implement了下去 有什麼很清晰的objectives 可以達到 可以達到 就是 transport的authority 其實它 最後的outcome 會是什麼 其實在implement的plan 之前 已經很清晰地 在諮詢文件裡面 是無法導致市民 去講一個很完整的picture 也能夠減低阻力 那麼 是的 那些不夠了 謝謝 非常有趣 很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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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